香港的日後教科書 香港的歷史書 這樣寫的 就是說香港有私利 第一次普選行政長官 是由梁振英做特首的時候落實的 是吧 大家是小特首 大家也可以體會得到 你做一個特首 做一個政治人物 你都希望為這個社會 為我們的國家 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讓後人記得的 所以我是有很大的決心去做這件事 但我也要知道 一個這樣的改革 是不容易的 要立法會 有心理知意的 打多做通過 是一樣比較好 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這件事是不容易 我會很努力的 我們也都知道 中央就是情深深 希望我們都不容易的一切 我會很普遍的幾個官 這個不條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特定的機制 我們有個名為 不會聽哪些年齡做別的 任務的選擇 但我們一定是兼聽 ほ來不擅持 劉母西普全 不擅定 斯嵌